从去年的这个新冠病毒起源地是中国的这一说法看来呢 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吃这个蝙蝠是新冠病毒爆发的根本原因 所以很多人就美国人就对中国有一种误解 就是认为中国人吃蝙蝠吃狗吃猫对不对 因为现在中国很多人真的是在吃狗吃猫 最近有一个新闻让我觉得不寒而栗了 说柳州中国柳州有一条街叫做图猫街 就是他这条街全部是宰杀活猫的 你要想要猫对不对 他就当场把这个蝉屎官这么可爱的小猫咪们拿出来 开膛破肚剥皮挖心 然后就给你洗干净 然后就像普通的肉类一样就给你了 这太可怕了 你就不怕外国的这个反华士用这来大做文章 中国人应该警醒一点了 谢谢大家